回來第二節升旗易得道 剛才忘記了 記得大家 支持六部曲 我們的page 其實已經激活了很多了 但當然還是未夠 未夠 未搶救成功 其實就等於這個植物人剛剛手指尾動 但是距離這個復甦 醒來 還有很長的路 大家記得 支持五部曲裡面 最重要的是看廣告 這是很重要的 本台的營運 我們昨天推出兩節也沒有 不准賣廣告 因為被YouTube打壓得很厲害 YouTube的打壓是很奇怪的 YouTube我們研究過 寫殺人是不行的 賣不到廣告 每次說831的時候就很痛苦了 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說 但是 但是 寫謀殺他就被賣廣告 很奇怪的 但是殺身之和又不行 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陣子警察逢有一個警字 警告也不行 然後後來又不是了 後來又解封了 警察又可以了 因為警察大量賣廣告 他們知道我們有很多人看 總之很難捉摸 不過 我們也會很努力地 使得 可以賣到廣告的 沒錯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說國情 因為我們 上星期 應該是9月8日 星期日那一集 講了王岐山 南下廣州 向 港澳系統宣指 剛剛節目我們也提及了 消息就是 林鄭月娥是說 林鄭月娥沒有上去見的 那麼他指動明 叫林鄭月娥不用你了 我們是會 命令會直接 給你了 但是你也不需要你了 這個很正常的 王岐山的級數 是那麼高的 他怎麼會那麼容易 去見 林鄭月娥的家 因為你跟別人的級數差那麼遠 你不是去述職 你現在不是任命的接受 而且林鄭月娥最大的問題 她現在是 戴罪之身 這個當然啦 待會我們再說一下 為什麼她是戴罪之身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林鄭月娥收到的order 是10月1日之前 你無論你怎樣 你也要死定他 因為 習近平 要在天安門 差不多像風船那樣 是要 告訴全世界 我是霸主 千古一帝 要給秦皇漢武 唐宗宋祖 其實大家記得 其實在6月之前 習近平真的做千古一帝 大家似乎是沒有什麼懸念的 整個國際的局勢 大家都記得我們以往分析 其實英國 接近是想向中國跪低的 試好 想做你的生意 還有意大利 歐洲文明國家 全部好像想出賣美國 向中國靠攏 其實大家都記得 而且當時我們也有說 大家為甚麼那麼深淡 因為覺得似乎真的好像沒得跟他鬥 所以大家就不說政治 也都覺得 跟他沒有得鬥 甚麼都好像要玩了 大家記得那個背景 但是現在的情況出現了很大的轉折 很大的缺口 真的想不到原來他那麼弱不耿風 這個真的要多得林鄭月娥 如果不是林鄭月娥 是沒有辦法把中共這個底牌揭出來的 這次 林鄭月娥是犯下 韜天的罪行 他直接撕破了 中國的 國家機密 習近平的中國蒙 和平統一台灣的可能性 一國兩制的制度 每一件事 都被林鄭月娥搞得壞了 還有大灣區香港的佈局 作為世界金融中心 誰知道你一搞得壞了一個東莞 壞了一個貴州 甚至乎 壞了一個禁肅 你竟然會 有警察到處打人 好像現在回到東德年代 那樣 還有下面的勢力 不停地叫出解放軍 你一個地方 要你去管 你就叫我幫你 問你可以做到甚麼 你就會說我只會聽你說的 你下命了 我叫你管 我不是叫你 服侍我啊 現在問題是香港的問題 你們熟悉的 我們交給你管 交完給你 原來你不會管的 你就是叫我們出軍隊 屠殺 那不用管啊 市民說要換你 我不如把你打敗就行了 每個人都會拍手清興的 現在如果中央要選擇殺一個人 一定會殺你的 因為可以假棄殺手的問題 200萬市民會回家 是不是 現在你叫我出兵消滅200萬市民 這件事正正是回應我們第一節說的 其實林鄭我們說了很多次 其實林鄭也害怕被人暗殺 所以其實 飛虎隊在保護他 某程度上他覺得是安全的 只要飛虎隊不叛變 暫時安全 但是問題 如果 安全部 要做事 首先跟這個 警務署溝通 要換房 甚至要撤房 是不是 無緣無故就見了 家丁也走 或者多了些人 多了些人才害怕 多了些未見過的人才害怕 多了些未見過的人才害怕 都是蒙面 但是他們蒙面的規模大很多 他們是飛虎隊 不用蒙面 沒有攝影機 沒有攝影機 你不蒙面又如何 其實有攝影機又如何 可以洗的嘛 你不蒙面又如何 給截圖出來就可以了 到時安裝閉護電視 到時交截圖出來就搞定了 搞截圖就搞定了 你禮賓府就算有攝影機也不會隨時拿出來的嘛 有甚麼問題 這件事怎麼那麼荒謬呢 第一張照片就是林鄭坐在那裏 第二張照片就是 那條繩子 撿著頸子 已經自殺了 自殺了 我可疑 第三張照片就是警察 賣去 從頭到尾都拍不到警察 因為是截圖 最後啊 警察出現 把他的屁股打包 又交代11點多 然後就有截圖了 搞了很久嘛 我們先說到上面 因為 上面都說了 京官很多人 告狀 包括 這個統戰部 包括這個安全部 我們以前的工作 不是白費 尤其是統戰部啦 國台辦啦 是國台辦啦 不是國新辦啦 是對台灣的 我們扔了那麼多錢 做了那麼多東西 收買了那麼多人 想著捧了韓國瑜出來做台灣特首 一國兩制 被林鄭一個人搞壞了 主席的中國夢 不能放下去了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主席的中國夢 就是主席的發火 我們捧了一個勢力出來 韓國瑜 本來打算贏 本來是 本來是我們的山頭 來的嘛 這一幫人是負責這件事 得罪著不同的勢力 那個平衡 本來人家有個山頭 人家發展完 人家去管那件事 在那裏清黃 現在被你搞壞了 台灣不用選啦 好啦 然後大灣區 大灣區的幹部不會出聲 本來報告是一起賺錢發達的 你自己搞壞了香港的招牌 金融幫 被你打壞了 打壞了 李小家也尷尬了 李小家是第一個尷尬的 大家不要忘記 看一條新聞 最早 風聲說要出解放軍的時候 第一個撲出來尷尬的 叫李小家 是呀 你瘋狂的 別人被你管 只要殺了你 那麼辛苦 把港交鎖回來 你跟我說出解放軍 你沒事吧 你瘋狂的 很簡單 上面叫你來管香港750萬人 現在你說你管不了 要求上面派兵下來殺幾百萬人 想不出來鎮壓那幾百萬人 你就瘋了 不如打死你一個就搞定了 上面很簡單 那天啊 我不用打死你 連一槍都不用暈倒你 連一槍也不用暈倒你 連一頭脖子 連一頭脖子 也會把一條白零給你 你自己搞定呀 以往的皇帝是這樣的 刺死的時候 想白零一條 給你毒酒 白零你自己想辦法 多一下被一個催淚蛋吃 是過山蝦來的 催淚蛋 是要怎麼吃呢 是要發射啊 還是要發射啊 我不想研究一下 還是要塗下去呢 不用開啦 只要吞 也會死人的 那些人是有份的嘛 因為林請應該沒有聞過出煙的 好像731 那個什麼 黑太陽731 不是831啦 是731啦 整個面罩 不過那條喉就是撥那個水雷彈 只是給你聞的 這樣就不會污染到麗賓府 估計呢 三分鐘就可以釘 死因真的可能沒有可疑 基於一個催淚彈 要驅殺示威者的時候 誰知道被催淚煙焗死了 死於警方的真誠執法 如果你的臉蓋蓋住他 他的臉會發黑的 這樣 很難解釋 根據近日警方標準 這些就叫做真誠執法 他懷疑 怕他吸入毒氣 幫他戴面罩 這面罩竟然是博通令那個地方有出現 流入的 在意外 在意外 那不是以殺 死於意外 死於不幸 死於不幸 連保險也沒有得到 人獸是可以的 意外沒有得到 不知道林鄭有沒有買保險 我想沒有 我們說這些 將近日一連串荒謬的東西串連 說出來 在你們身上發生 有多麼荒謬呢 你自己說 你現在對外面就是在做這些事 全世界都會覺得匪夷所思 香港竟然在這個地方 人們怎麼做生意 你想想 你在破壞習近平的大夢 是不是 大灣區的報告都會搞壞了 兩岸統一 遙不可及 在習近平有生之年也沒有機會統一 人們部署了那麼久 做了那麼久 就是給你一個人 然後中共 假裝紳士 假裝好人 假裝了幾十年 起碼 假裝了二十多年 到了現在 被你鑑生扯了面具下來 還在血淋淋的面具後面 還是跟89年一樣 他還在吃人 嘴角還是血利 你這樣怎麼對得住習近平 現在問題就是 上面想戴面具 想扮好人 你說怎麼解決 上面的京官 我也說過 你在這樣的鬥爭環境之下 其實現在誰碰香港的問題 就是誰出事 所以我當初也問 既然習近平最 幫到習近平手的就是 王岐山 王岐山出手也不可能是公開的 首先他是第一 他沒有可能 我再走下來見你 甚至乎被傳媒報導 我跟著 你香港有件事沒有任何起色 那我全都背負了 我是王岐山 又我背負了嗎 我難得把責任推給韓正 是很難得的 香港問題一向都沒有關係 現在 其實 也有這樣的說法 之前我們說 他們在研究林鄭月娥遺書的可能性 如果 不需要遺書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邀請 港澳特首 去閱兵 10月1日參加國慶閱兵 當然 有機會是會有些人 突然間心臟病發 送去這個北京的301醫院 搶救無效 這樣就可以 解決很多問題 一槍也不用開 死亡不忌 不用死亡不忌 心臟病發 高興得題為習主席這個中國夢 而歡呼 誰知道 他太開心了 歡喜死了 如果他那麼簡單去北京 這個10月1日 理論上是要請他去的 他應該也要去的 到時看習近平看著他的表情是甚麼表情 你敢不敢正面望習近平 我相信他不敢正面望 上次握我的手的時候 老點我 握夠我 又說你會管的 你突然間叫我派兵 你不是瘋了嗎 台灣被你搞亂了 香港被你搞亂了 一國兩制被你搞亂了 我那個猛也被你搞亂了 你還要 說了不會出解放軍的時候 你還要跟我搞一個緊急法出來 你是不是瘋了 現在沒有人敢提了 這件事 緊急法在哪裏 誰吹誰嗨 現在吹蒙面法就是我能夠 你們說得出了 你明不明白他現在是崩盤的 救得哪個位 你蒙面法很明顯就是 又要嘗試挽回警察對他們的 信心嘛 本來其實已經崩潰了 不過也是同一條船 同一條船 現在說真的 警察也會繼續保護你的 因為你一盯 警察就下鍋了 但是不代表你不扔警察就下鍋了 10月1日你要留在香港還是去北京呢 鑊腰上北京 光頭的阿sir 向甚麼舉槍 鑊腰上北京 參與閱兵 去看閱兵 不過其實這是懲罰來的 因為他要站好多個鐘 沒得錯 他會不會又舉槍呢 他就不輪到舉槍了 不過有個問題就是 那10個人呢 是慘過死的 因為起碼要站五六個鐘頭 是沒得坐 沒得休息的 柯鳥也不准許去的 我覺得是懲罰多個 蔣麗 因為我們看他17年的黃閱兵 每個都站到幾個鐘頭 由朝曬到下週 但是林鄭 林鄭不會覺得他 不去 即是他不會覺得去是一個懲罰 他覺得不去是很大件事 他一定要去的 因為 其實我們已經說了 國新辦已經很久沒有開記者說支持你了 你是時候要追的 你不追追他 究竟是否會繼續支持我 你不追 就是 可能是懷疑他們已經不再支持你了 你要問一下 如果你是直接問國新辦的話 有些月權的 你要問一下港澳辦 或者透過 中聯辦問港澳辦 究竟人家中央是否還支持我 中聯辦到了今天 9月 11日 依然是 完全不見了王志民 我們很擔心王主任的案例 外面在傳到王志民去鄧東菇 他會調去哪些地方的窮鄉僻洋 那些窮鄉僻洋 那些窮鄉僻洋 我知道 但我沒有見過他 現在公開露面 中共的習慣 人們一不公開露面 可能會死了 很危險 才是不公開露面 還是你有波折圖 今天是911 過兩天就是913 當年的林副主席有一段時間沒有露面 原來死了 所以 突然間沒有露面的人 會逆來很多 方面的喘測 這次 我認為林鄭 去到北京都很嚴重 原因就是現在每個京官都要跟他保持距離 因為 這是一個罪人 罪犯欺君 剛才我們所說的罪 條條都是豬狗做的大罪 只是一個打破 習近平的中光夢這條罪 你死十次也不夠了 連你兩個兒子死多十次也不夠了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跟大家分析 拜拜 拜拜